中国网信办5月21日宣布 美国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生产的产品 未通过其网络安全审查 将禁止重要基础设施运营商采购该公司的产品 外界称这是中国在美中芯片战中的第一次重大反击 中国为何在此时打出这一拳 此拳是否伤人也伤己 我们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 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 以及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 郑旭光先生再次欢迎二位 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 在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 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首先我想先来请教郑先生 我们看到中国的网信办是在三月底的时候 宣布对美光科技展开审查的 那从开始审查到下达禁令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您觉得这个速度这个效率是否正常啊 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在此刻宣布封禁美光的用意呢 实际上它是企图用这种方式啊 驱动这个华尔街 驱动这个美国企业 给美国国会 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不要让对中国的这个芯片 先进芯片的制造和先进芯片的出口呢 施加太大的这种力度 我们知道这个韩国的企业三星和海力士呢 应该说是美光的替代厂商啊 厂商那么他们有一年的豁免期 那么一年豁免期到的话呢 实际上对中国来讲啊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韩国出现了对中国的贸易的逆差 所以从经济利益上来讲 不管是美国这些国家 韩国日本这些国家 都面对着一个和中国 所谓去风险脱钩的同时 经济利益受损这么一个现实 那么从一些产业部门 产业管理部门和企业的角度来讲 他们不希望在这种关键领域和中国脱钩 他这吃得正好呢 所以对美光呢 可以算是一个敲打 这个力度呢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因为美光呢 他这个生产这个存储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呢 和这次制裁的领域 就是关键信息技术运营商 我想这个中间呢 还是有一个出入 有一个偏差的 就是最重要的是一种政治态度的一个宣誓 就是要和美国开打 但同时呢 他希望呢 能够拉拢住荷兰 这个日本和韩国 荷兰的现在外交大臣 也正在中国访问 实际上 拉韩国 拉荷兰就是 对这个阿斯梅尔这个 在做功夫 那么对韩国 实际上我看到韩国政府产业省的这个副部长 以及一个中间的一个主任 他们都讲就是说对于韩国企业是否会趁虚而入 他们认为呢就是说国家不干预企业的这个决策 那么美国也提醒韩国企业三星海力士 不要趁机去填补这个美光被制裁的这个空白 免得让这个制裁呢 效益达不到 就像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 印度就去 持相很难看的就去 去获取这个利益 那么实际上我的看法呢 确实是很微妙的 是很微妙的 比如说给韩国的这个一年时间的豁免 实际上就是挡住了日本和美国和 和这个美国公司 而让韩国公司能够有一个这个利益可得 那么包括韩国的产业部门这种表态 我不排除未来呢 会有一些不好说的事情 当然长期来讲这个脱钩是一个大趋势 刚才郑先生说到了中国此举 也是有意要拉拢韩国 或者是分化美韩在对华问题上的立场 因为美光科技它在中国退场之后 它的市场份额可能会由韩国的三星 和海力士来拿下 赖博士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观点 您觉得这算不算是对于美国所领导的 针对中国的全球半导体封锁线的 一次重大挑战呢 这个分化敌人瓦解敌人 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 由于半导体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 北京使用这个传家宝是正常的 但是是否有效就不知道了 分化和瓦解敌人在中共的革命战争年代十分有效 其中的原因呢 是对手繁多 而且很弱 而且不了解中共 这个策略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十分有效 原因是西方国家和日本都不了解中共 对中共还抱有希望 但是现在的情况以过去就完全不同了 西方国家和日本对中共的了解 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对中共的问题上 实际形成了高度的共识 不仅如此 西方国家的组织的社会组织 经济和军事实力 不是当年国民党可以比拟的 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能够理解的 甚至呢 连中共的智库都无法理解 关于西方对敌对国家实施技术限制的问题 大家想想冷战时期的巴黎统筹委员会 简称叫巴统就可以了 这个组织非常有效 还有一种声音认为 中国之所以现在敢于在现在来封杀美光 说明它在储存芯片上 已经找到了国产替代方案 能够自给自足了 郑先生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看练 你怎么看待中国在芯片上 从行业专家来讲呢 应该说这还是有距离的 有一种理论的说法 说因为你限制我们所以能发育我们 这个说法呢不是太真诚 你比如说韩国的阿斯梅尔董事长 他就说这会刺激中国的替代 产品的更新换代 能够刺激他们这个芯片生产科技技术的提升 没有这样的 基本上都是靠各种间谍技术 各种合作方案取得真正有效的技术 按中国的讲法 可能要达到阿斯梅尔的那个状况 得花一万亿人民币 还得五十年时间 这是一个听了以后让人瞠目结舌的结论 关键时间太悠久了 那么现在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和赖小刚博士 探讨这个话题 中国你看他的这个外交上的举动 他是拼命的拉欧洲 甚至忍着日本韩国 就是一直是对美国强硬 这是他这个阶段的特点 这是习近平的风格 那么从中国在八九年之后 打破所谓的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制裁封锁 他也是通过这个运动欧洲和日本 这是一个传统异能 这是个传统异能 不知道这一次能有多大的这个效果 我觉得还是要看 因为政客的这个表态啊 总是非常坚决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次G7会议 会前大家的放风 会后这个放风都很严厉 但是会中的这个文本呢 首脑声明呢 据说是法国马克龙就起到了非常大的这种 对冲的作用 还是拼命的要向中国表达善意 那么中国毕竟和前苏联是不一样的 前苏联他是这个壁垒 这阵营是对垒的一个状态 经济来往很少 所以他是一个冷战局面 但是所谓的新冷战 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个时候一不留神就会伤到自己 就像贸易战 损敌一千自伤八百 那么作为民主国家的政客呢 他实际上最后都会把这个 所谓脱钩战变成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就是让人民慢慢形成一种期待 形成一种接纳 包括企业也是如此 实际上这企业呢 华尔街呢 在很大程度上是替美国人民理财的 任何一个总统 他一方面要照顾到国会代表民意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呢 也要照顾到人民在这个投票的时候 选票的压力 因为人民的要求也是众多的 既要道德上的满足感 也要这个物价不要涨得太高 吃的也要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民主国家的这些领导人 他不得不兼顾这些很多 似乎不可能的需求 所以行动上会经常会有所谓的矛盾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指责西方国家的 如何如何虚伪等等等等 但是呢 中国共产党他们需要考虑的 基本上不是什么民意 他们主要考虑的就是 怎么样让这个统治集团内部 能够达成共识 统治集团内部不分裂 这样他内外的压力 他们都不是很担心 所以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对美表面上的强硬 也是他的一张牌 也是他在国内运作的一张牌 但是他也知道 这个中美关系呢 不能断 断掉的话呢 目前这个阶段 对他是不利的 长远来讲呢 我难保他想的不是前苏联 或者说现在的俄罗斯 这个朝鲜的局面 那从政治上来讲 似乎比现在这种 半开放的状态更安全 我是这么一个看法 所以中国的政治环境 让习近平可以打这样的一个 对美强硬的这张牌 对美光来实施禁令 可能就是其中的这样的一张牌 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强硬 到底能带来多大的实际的效果 我想来请教赖博士 我们首先从对美光这家公司来说起 我们知道中国曾经是美光科技最大的市场 不过这些年 美光在中国的这个销售额是显著下降 到了2022年 中国市场只占美光全球销量的11%左右 而且美光在中国的销售很大一部分 其实是卖给非中国的厂商 目前也不清楚 网信办的这个决定会在多大程度上 来影响这部分的业务 所以有分析人士认为 这个中国的这个举动 其实对美光的打击力度不大 您同意吗 是这样的 我想先接着刚才郑先生 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政权事情 补充一句 这个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的共同的特点 都是权力 只是民主政治更加复杂 这个权力游戏更加复杂 那么其中的华尔街 就是理财这一部分 它也是其中一部分 而美光他们这些商人 算计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密的 而北京对于 有一些美国的媒体提醒读者 注意到是北京对于美光的封杀的主要原因 是政治因素 是因为美光在一直告警美国公众 要注意来自北京的威胁 在积极主张对中国大陆实施限制 美光我这么猜测的 它可能就希望自己被北京封杀 因为被北京封杀等于是在提高自己在客户中的声誉 可能能够挽回要比11%大的多的销售额 因此被北京封杀实际上是一笔十分划算的买卖 我们有一位叫做MMM明的网友 在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给我们留言说 中国人做事一向深思熟虑 美光被禁证明已经没有价值 他说的意思是说 这个中国其实想得很清楚了 是因为美光没有价值了 那刚刚我们的这个赖博士说的是 其实美光也想得非常清楚 在这个时候中国市场到底还 对它有多大的价值的问题 但是这件事情这个封杀令 不仅仅对美光这一家公司 对于整个中国的这个营商环境 和它的国际声誉 是不是也会有影响呢 中国的美国商会 中国美国商会告诉美国之音说 该会的许多美国公司会员 都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 被中国封杀的对象 该商会的总裁何麦可 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的商会会员们 纷纷问我们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他们会因为是美国公司 就被中国政府锁定吗 第二个是 当处于一个越来越被 国安顾虑所影响的 商业环境当中的时候 他们要如何确保自己 是守法合规的 所以郑先生您觉得 这是一种普遍的不安吗 我觉得有一个评论 我非常喜欢经常引用 就是说这些国际大公司 往往有首席经济学家 他们现在这个年代 应该再加聘一个职位 首席政治学家 就是在各国越来越强调 这个国安环境的这个背景呢 说明了国际政治局势 地缘政治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个时期呢 把握这个各国的政治变化 是这些跨国企业必须面对的一个工作 那么就是具体G7的表现 叫做去风险化 去风险化极端的时候 可以等于脱钩 那么企业家当然因为他专注于商业事务 专注于市场 政府除了咨询公司之外 政府从来不是企业的 这个最关注的一个对象 最关注他们是行业需求 或者消费者需求 那么在这一块 我觉得他们是需要加强研究力量的 美国的企业 实际上最大的影响是受到美中关系的影响 这个是和欧洲是有所区别的 欧洲可能是因为俄乌战争问题 因为新冠疫情动态清零问题 但是影响美国企业家对欧 对中国的这个投资延续的 最主要就是美中关系 而且刚才我们提到的美中关系 拜登总统不是已经宣布了吗 现在要解冻 美中关系要解冻 一个是今天 这个周二 新的这个驻美大使 终于启程了 从上海就是这个卸风 那么可以说中美这个建交以来 最冷的一段时间正在破冰 最冷的段时间就是大使缺边 从秦刚回国述职之后 因为秦刚来的时候 就没有机会给拜登递交国书 这就是史无前例的一个 中美关系上史无前例的 另外一个中国给予的这种冷处理 冷惩罚 冷暴力是什么呢 就长期不派这个大使 这是中美建交以来 也是没有的事情 那么现在谢峰已经出发了 要华盛顿这个就职了 另外一个中国的这个商务部长 王文涛 这周也要来美国 他要和这个莱蒙德 以及这个戴琪都会见面 那么相信美光也是中间的 要谈到的一个话题 那么之后呢 因为这个沙利文和王毅 维也纳的这个会谈 这个将近十个小时会谈 也谈到了布林肯 访华的问题 耶伦访华的问题 所以呢我想呢 美光在这个中间呢 是一张牌 而且呢 应该说打出来 对中共的经济 不是那么太痛的一张牌 这个符合这个网友和王文涛先生 和这个咱们赖小刚博士 这个基本的判断 就是这张牌的政治意义更大 政治意义更大 经济上的几方损失 我想它都是仔细精算衡量过的 是 那当然美光是一张牌 像刚才郑博士说的 当美中关系 如果接下来下一阶段 出现一些变化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会影响到 中国怎么来对待 美资企业的做法 如果我们把 比如说封杀美光 跟前一段时间 中国对外资咨询 还有调查公司的 一系列的这个突击审查 结合起来来看的话 赖博士 您觉得中国政府 是否是在滥用 国家安全的概念 或者说会不会进一步的 采取这样的做法 这就涉及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家性质问题了 和它的起源问题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 建立的国家 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 是左翼的极端主义者 是左翼思想的塔利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家安全概念 因此就与苏联一样 与西方民主国家 迥然不同 其中一个重要的不同点 就是对国家安全概念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家安全概念 是在90年代才有的 在以前是叫反革命罪 反革命罪是一个 可以任意解释的概念 虽然用国家安全来取代了 反革命罪 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是由于缺少权力制衡 和独立的司法体系 国家安全这个概念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 就越来越走向了 反革命罪的同样的道路 而反革命罪 以及中共的历史 在1978年以前的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1949年以前的中共历史 这是一个十分大家都很熟悉的问题 比如说中共特科 延安整风 肃反等等 大家十分熟悉了 我就不再多说了 说到国家安全这个概念 我想继续来请教郑先生 近年来美国也是多次的 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来限制中国企业在美销售 或者是投资 所以中国政府也经常指责 美国在滥用国家安全的概念 所以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来谈谈 就到底什么是这个 就是正当的维护国家安全 跟滥用国家安全这个概念 两者之间是不是有界限 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我觉得虽然用的同样的词 所指有根本不同 西方世界或者正常国家的 国家安全概念 我们不用解释 我们解释一下中共的国家安全 中共国家安全的核心之核心 是这个中共执政地位 不容置疑 这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 这从来不是国家安全的概念的范畴 因为质疑执政党的执政地位 这是一个民主的最基础的一个前提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中共的国家安全最核心的 就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核心的 就是中共的利益 中共的这个执政力不容怀疑 刚才赖小航刚说的 又走回到了所谓的反革命罪 反革命罪两个要件 我在89年就被起诉反革命罪 反革命罪两个要件 一个是这个推翻共产党领导 一个是质疑无产业专政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他的这个统治形态 以及他这个具体的这个中共上领导 是不能够被质疑的 否则就是国家安全就触碰到了 那么这对于民主国家的这些 精英者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 适应的转型过程 最后他们可能完全没有边际 对这个概念是没有边际的 除非你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你理解这个东西 完全中国化 新中国化 否则你没办法 这个长期来讲是没办法达成的 达成这一点 另外我们看到 刚才说的谢峰呢 谢峰派到这个美国来 他也是习近平赏识的 因为他处理这个孟晚舟这个事件 就是用人质外交的办法 现在和加拿大 这个又处一个互处 互相驱逐领事的这么一个阶段 那么谢峰是作为外交部副部长 借助了这个孟晚舟这个事件的处理 和两个麦克尔这个人质的处理 那么他的来访美国 实际上我觉得带来的这个信息 也是非常多的 就是习近平和拜登还要继续斗下去 这个会用什么样的方案 我们觉得习近平的核心利益 就是维持中共的统治 这是中国的国家安全的 这个包开这个瓶里面的心是这样的 说到习近平和拜登还会斗下去 我们有一位网友叫做故事童话 他在YouTube的平台上跟我们说 美中关系不可能好了 习也预见到了这一点 现在还只是拉开帷幕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加的激烈 中国的处境也会越发的艰难 所以我想来请教赖博士 怎么来回应我们的网友的这样的话 就是说现在是不是中国方面 对于美中关系的未来感到非常的悲观 所以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在打击美企啊 等等这一系列的行为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一些跟美国撕破脸 他已经不太在乎国际观感了 是这样的 实际上是从两年前 这个阿拉斯加高层中美高层会议 中国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终于意识到 美中关系不可能回到以前了 在此之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抱 对于美中关系的恢复 还有抱有希望 之后就没有了 好的 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 以及郑旭光先生 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 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